行吗 还有别的吗 我觉得还有特别严重的一个妄想症 你们俩怎么互相指责对方是病人呢 这是真的 您听我说 因为我变魔术有一个女搭档嘛 这是要有 对 因为有时候需要一些 对 一些错误引导一些掩护嘛 他就一直猜忌我跟我女搭档之间 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 就有一次我们下台的时候 因为当时女搭档穿的是高跟鞋嘛 我就说我过来扶一下你 他那哪叫服啊 我都亲眼看见了 明明就是拉手了 还在我眼跟前 你说我要是不在的话 指不定有什么事呢 我亲眼看见了 我就说我一个搞意思 我有点绅士风度 这不挺正常的吗 什么绅士风度啊 他这么大人了还不会走路啊 不会唱多热鞋别穿呢 然后这个事还一直没完 这个事他一直追问我 到后来直接就问我 他说你是不是喜欢他 我当时真的觉得他无尽取闹 但是我也跟他解释了 我说我魔术需要一个女搭档 而且我们是工作搭档了很久了 我们只是那种同事 那个兄弟的那种情谊 非得他一个人是吧 这么久也没见你换过呀 他这魔术这个确实搭档要相对固定啊 我就不想要他跟那女搭档一起工作 但是我真的跟你说了 我跟他之间没有什么的 好好好 吃醋是因为爱 你不能说这个 他就是妄想症 这都是这个情侣之间正常发生的事 倒也没什么 对吧 我应该说我不能对我 我应该说就会让你对我 你对我来说 我还要对我来说 我还没有对我 我应该说 你对我来说 我还要对我来说 我还没有对我 你就会想要对我 那么多久 我还要对我来说 我还要对我